那么确实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片子说到的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英语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很大 好像很多的方面都必须要使用到英语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报纸方面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首先来看一下青年报登出的这篇文章 叫中高考英语分支下降是理性的回归 那么既然他说到是理性的回归 同时也就说明原来这种现状是不太理性的 比方说原来我们大家可以看见 在我们的身边学习英语好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全民学英语 全民考英语或者是把英语变成了升学晋升的一个门槛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样的认识理念是偏差的也是非理性的 那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认识这个英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发现如果把它的这种感觉降低一点 比方说高考中考里面的分支降低下来 其实就是重新的一种理性的认识 也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当然文章也提到了一点 就像前面的这个片子里面也多多少少有些担心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回归了 认识上是回归了 表面上看起来在中高考里面也是开始降分了 但是如果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到位的话 那么现在的这个考试降分可能最后就会流于形式 甚至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 哪些东西还要做好呢 一个就是比方说现实当中对英语的弱化也应该接上 大学将毕业证发放和四六级成绩挂钩 一些和英语无关的岗位晋升职呈也必须考英语等等 这些不正常的现状必须也要随之改变